澳大利亚经济挑战预期 201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强劲 澳大利亚经济在矿业繁荣场景结束后 出乎预期意料 官方公布数据显示 去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为3% 而主要贡献则来自于家庭消费 建筑和公共开支 这一数字强于此前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所带来的预期 澳大利亚安全指数上升了1.5% 澳洲国民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大卫德加里斯说道 鉴于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着我们有生以来的最大一次的矿业衰退 这一数字是一个好的结果 这一数据对于特恩布尔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也是对联邦选举的负责 此外这也有可能减少央行行长斯蒂文斯需要再次降低利率的压力 尽管央行有迹象表明 这一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自去年5月份以来 澳大利亚央行一直保持利率不变 本周早些时候他们说到 连续10个月将利率保持在2%的理由是由于增长的合理前景预期 格伦斯蒂文斯曾提到通货膨胀仍然是重要的观察数据目前为1.7% 联邦银行市场经济学家加雷斯·埃尔德认为 在过去两年 澳大利亚经济格局已经被收入乏力 疲软等字样来定义了 他还说道 这反映出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 给工资 公司利润以及政府收入都带来了下行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弱于所发布的GDP数字的水平 这就是今天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沙梅雷迪斯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